2024台灣米其林指南新集餐廳名單今天公布 君品酒店的移工继续蝉联完成了七连霸 而JL Studio也是二度蝉联三星宝座 本次最大亮点呢 则是有十佳的新秀窜起成为了一星餐厅 剪开金黄烤乳鸽 外皮酥脆 肉质鲜嫩 还有这道移工叉烧黄 咸咽再烤 卖芽糖点缀 道道经典菜色 抓住秘密客味蕾 君品酒店移工中餐厅连续七年称霸 再次获得米其林三星的肯定 JR Studio 泰瑞也顺利脸装三星 每一年其实跟米其林都会是我们 完全没有想到的 这七年来其实感谢米其林对我们的肯定 它真正的一些名菜 真的不是台面上看到的 其实一共有很多的名菜都是隐藏版 层餐包袱的白玫瑰 百花齐放的海鲜料理 每道菜肴都像艺术品 前若主厨黄一伦所开设的餐厅A 成为新秀拿下米其林一星 同样窜起成为米其林一星的 还有台北台中高雄共十家餐厅 成为本届焦点 继续颁发 GO 国际名厨江振臣的若餐厅 这下恶心为辉煌十年划下完美句点 拿下恶心的还有台北新意 侯不雄达案的LOGI 以及沃达尼斯魔方和牡丹 餐厅用好味道好口碑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米其林渡进后势必成为民众炒生热点 记得现在传络播送 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